Hello,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眼药水 因为前几天去医生那里 我眼睛做小手术 在那个护士给我滴眼药水 我就知道他滴的眼药水这个方法不对 怎么呢 因为他需要很多种眼药水 拿起来给我在眼睛里面 连着给我滴了 差不多有十滴 最后眼药水顺着我脸往下流 我就拿纸上去擦 因为我的职业 药剂师我也知道 他的地方方法是不正确的 但是其实无所谓 我也不好当面指出他 我也知道其实问题也不大 但是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点眼药水 点眼药水很简单 按照医生指示就行了 你给我一个药水写着 这个 instill 一般都说 instill one or two drops 或者one drop 或者one or two drops into right eye or left eye 就是说低一低或者两低 到你的左眼或者右眼 或者ever three times a day 三次一天 或者two times a day 或者ever six hours something like that 按照他的instruction 非常简单 但是具体的怎么点眼药水 其实还是有些技术的 如果正确的点眼药水 我往上搜了一下 这个我觉得不错 这个how to put in how to put in eye drops 这个 这里有个图解 先看一下 头一步 洗手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手洗干净 我们不要用这个脏不呵呵的手 这个都是图的 去接触你的眼睛 然后呢 look up and pull your eyelid down to create a pouch 就是说 把这个下眼皮 仰起头之后呢 把这下眼皮 这个往下拉一下 put down the eyelid right 然后就出来 大家会知道 出来一个这个pouch 出来一个小弯 对吧 然后呢 在眼药水 滴在这个弯里面 滴在这里面 然后呢 就是这一步 然后下一步 keep your eye closed for 30 seconds while pressing a finger to your tear duct at the inner corner of your eye 眼下面有一个 这个内线 对吧 你把眼睛闭出来 眼睛闭出来 就是让那个眼药水 不要流出来 对吧 然后你用手摁着眼角 在这边 把这个teard up 给它关上 因为那个 它这个眼药水 会从这个teard up 流着去 会流到这个 顺着 流到嘴里 如果你 试过 曾经那个点眼药水 点太多的话 你会觉着 这嘴里 有东西进到你嘴里 眼药水会进到你嘴里 有点苦味 有点味道 这是为什么 要这个 把这个眼睛闭起来 稍微摁着 你也不摁太 不要摁太紧 稍微摁着 一点 等一会 其实呢 这个洗手 这个虽然是必要的 我有必要说一下 一般呢 比方我上班的时候 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在office 你说这个 我这个 没有时间去洗手 也没有必要 对吧 我就直接 手是干净的 你只要不摸 这个眼睛里面 或者哪里 其实呢 也没有必要去 真正的去 专门跑一趟洗手间 肥皂洗手 再去滴点眼药水 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事 眼睛滴一些 这个眼药水之间 就是 把工作手里 涂放下 然后再一个 阳气涛来 自个儿一滴 就完了 但是呢 关键一点 是这个 手一定要 相对来讲 比较干净 你不能说 我刚摸完 什么地上东西 什么涂 明显手比较脏 你再去摸眼睛 这就不好了 然后呢 下面 就是说这个 有些具体的 如果你带这个 contact lenses 带这个眼睛眼镜的话 他说 你要眼前眼镜 眼前眼镜 摘起来 always wash your hand 然后呢 还有一点 把这个 眼药水的bottle 这个shake一下 就是说 摇晃一下 然后呢 remove the cap 这就不用说了 对吧 这个呢 有一点啊 try to avoid touching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cap 它不要这个细菌进去 其实这个 一般的眼药水 瓶子里面 那个孔很小 没有人去touch 问题不大 过分的这个解读 过分解读 然后呢 这就是啊 还有刚才说的第二个 Till your head back and put down your lower eyelid 把他下眼皮 你把这个头仰 仰到后面 把他下眼皮 这样扒下 扒下来 然后啊 把这个摇水滴下 apply a drop apply drop right 然后呢 这一点啊 刚才跟图姐说的 close your eye and press your finger on your tear duct 就是来 b时间 就是说 keep your eye closed with your finger applying pressure for a minimum of 30 seconds right 30 seconds 你要差不多 30秒时间吧 right so for certain drops your doctor may recommend doing this for longer up to 2 minutes 按照医生的要求 一般30秒 基本上差不多 right 然后呢 这里有一点啊 if you need to apply more than one drop to an eye wait a good 5 minutes before applying to the next drop 因为呢 什么呢 因为这个眼睛这个 这个只能hold 只能成非常少量的液体 啊 你滴多了 你连续的滴啊 就跟我那护士给我拿了三四瓶啊 一直大嗡嗡的滴了十几滴啊 这个没有任何的作用啊 只有都流出来了啊 它不能完全被你眼睛吸收啊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要如果你的平常说滴一滴啊 你闭会眼睛啊 那差不多了 无所谓 对吧 如果平常写着啊 你滴两滴啊 滴两滴的话 或者你有不同的眼药水 像我啊 他给我开了三瓶眼药水啊 就是说三瓶眼药水一天三次啊 所以说呢 我滴完了这头一个啊 头一种药的眼药水之后呢 都要等个啊 五分钟 其实呢 三到五分钟啊 五分钟 不用等个五分钟啊 基本三到五分钟 如果你可以有时间啊 就等个五分钟啊 让它再fully absorb 叫它尽量的全吸收进去了 然后再滴另外一种药 或者再滴下一滴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five minutes啊 如果你不能等的话 三分钟也差不多啊 没有那么准 比如说一秒不差 对吧 就是说你要连续滴啊 是肯定啊 这个药都浪费了啊 吸收不进去 一定要等几分钟在中间啊 五分钟左右 right 这里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tips啊 就是说这个 第一眼药水之后啊 就是dos啊 就是做什么啊 就是说 一定要 洗手啊 一定要洗手 right 然后呢 follow all instructions啊 follow instructions right 然后下面呢 wait five minutes bitten drop 它又重复了啊 要等五分钟啊 bitten drop application to the same eye right 然后最后啊 再洗一下手啊 这个 看你自己决定啊 然后don't啊 不要做 不要做 是有一点 不是让你这个 这个 这个眼药水的瓶子 tip啊 就是这个瓶子口啊 就是touch your eye 接触你的眼睛 没有人接触啊 他接触你眼睛也不舒服 对吧 对我离一个 有一块距离 然后刚才说的啊 就是contact lenses啊 就是你这个 呃 隐形眼镜啊 一定要 一定要摘下来啊 一定要摘下来 right 除非你这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隐形眼镜啊 说是测出的啊 呃 无所谓啊 或者是你这个 你这个 呃 眼药水啊 代理现金啊 也无所谓 那就可以啊 一般来讲 都是摘下来 right 然后呢 就是这一点啊 don't use eyedrops 但have inspire啊 非常重要啊 有的时候 眼药水过期啊 非常快 保质期不是特别长啊 有的 呃 非常短的保质期啊 大家一定要看看 它的保质期啊 过期 不要 不要用了 这和口服药还不一样啊 其实以前有人问我啊 口服药能不能用啊 我答案是可以用啊 分什么情况 right 口服药过期 什么样的口服药啊 以后有机会再聊 啊 don't worry啊 if some liquid flows out of your eye and onto your skin 就是说你这个 留下来了啊 无所谓啊 擦掉就完了 right 然后呢 就是一个 don't share eyedrops 啊 with others 不要这个 给别的人使用啊 会传染细菌啊 这些问题不大 anyway 呃 下面就是 就是一些啊 这些如果你自己啊 点眼药水 怎么点不进去啊 不太方便 有些老年人啊 或者有些这个 确实这个操作啊 自己不能操作的 比如说你手 shaking啊 或者是这个 总是对不住你的眼睛啊 还是这个 呃 那个瓶子拿不稳呢 这些呢 呃 一个啊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如果你有其他人啊 帮忙的话啊 帮你点的话啊 让其他人帮忙给你点啊 帮忙给你点啊 帮忙给你点啊 是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别人的话呢 啊 那就只能自己啊 你就尝试找一个自己合适的方法啊 其实主要呢 就是习惯啊 我一我一开始点 有时也是点不到啊 现在越来越熟练啊 我眼睛一扒开 不是一点啊 特别准啊 练个几天啊 就能非常熟练啊 但是有些老年人啊 有些这个肌肉 或者这个是什么 有些病痛的啊 这个确实弄不了 那没有办法啊 你只能让你后宫 或者家人 或者其他人啊 帮你点啊 没有别的办法 是吧 这些写着嘛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而且这一样水浪费一两滴啊 无所谓 那有多少 这里还要说一个啊 还有说一个 这还有一个啊 再找一个 How to pull AI 基本上相通 它的步骤都是相同的啊 看这是相通 步骤都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眼钥匙啊 不能连续的点 要等几分钟啊 我找一下啊 这有一个 How much eye drops can I hold 看有没有 然后这有一点啊 这有一个啊 AI啊 给你的回复啊 给你的回复 你说了吗 Average eye can only hold about 10 microliters of fluid that most commercially made eye drop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ten around 50 microliters right that means that when you put in an eye drop access medication will likely spill out and run down your cheek putting in too many drops can also be wasteful and may compromise your eye health 就是为什么说啊 要等一等 因为你这盐啊 这是一个 一滴盐啊 就这个 eye drop 其实呢 是50 microliters 这个呢 其实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盐呢 一次只能 hold 只能成10 microliters 它一滴 其实已经 有五倍的啊 已经有五倍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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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液体啊 是你眼睛一次 能承受的啊 所以说呢 还有一点 前面那个视频说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没有全部滴进去啊 就是滴进 这个 这滴 有点小 或者你觉得 没有全部滴进去啊 其实也 问题不大 你想以后补一滴 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10 microliters啊 其实呢 基本上 有一点滴点进去 已经足够了啊 已经足够了 只要有五分之一的 那抓啊 就是有五分之一的 这眼药池滴进去啊 其实这眼睛啊 只能承受那么多 就是你眼睛的药 已经上上了啊 已经滴到眼睛里了 但是呢 你如果感觉不放心啊 再滴第二滴啊 滴第二滴 但是你要等一等啊 要等个三到五分钟啊 但是呢 也不是所有的眼药池 都能滴两滴的啊 它有像这种 治这个 清光炎的啊 这些东西 这些药啊 滴多也不好啊 你按它的指示 一滴就一滴 你觉得 也许进去了半滴啊 就半滴啊 除非你跟医生说啊 医生说 那你可以再补一滴啊 可以 Right Anyway啊 基本上就是这些啊 非常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这个日常的 常用的啊 就非常常见的 一个这个 呃 不是服药了 就是用药的 这个这个小常识啊 但是很多人呢 也许并不知道啊 并不知道啊 所以说呢 有 我想有必要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转了一下 谢谢大家